另外14号这一天 平溪国小校方也在屈民活动中心 举办了一场平溪区中小学联合才艺成果发表会 所有上台演出的同学们都把准备了一学期的拿手表演 大方献给台下的观众们 包括了歌唱舞蹈还有乐器演奏等等 演出都非常精彩 带您看看现场状况 纵使外头天气冷嗖嗖 但是在平溪区民活动中心里却是热情破表 每年都会举行的中小学联合才艺表演 今年由平溪国小主办 一样是有包括平溪国中十分精彤平溪国小的小朋友 准备才艺演出 校方也提供舞台让孩子们尽情发挥 相互学习切磋 我们希望学生提供一个表现的舞台 让学生在这个一年当中 他们所取得的各项的才艺 能够就有这个机会能够做一个发表 那么一方面也能够跟学校的社区 也能够大家有互动的机会 那今天有没有很开心 有 是不是可以上台跳舞 对 我去读幼稚园 那你今天表演什么 表演圈蛋 有 因为好好玩 有什么可以玩 可以吃饭 可以在这边吃饭 这天除了有小朋友之外 很多家长也都特地前来欣赏孩子们的演出 就有家长提到 孩子一开始跳起舞来还绑手绑脚的很别扭 但只有学校每年的才艺表演 让自己的孩子成长不少 他之前的表演其实常常都会发呆 可是今天就看到他进步很多 然后又看到每一个不同年级的孩子 他们也越来越好像灵巧 而且老师的彩排上也一直进步 对 然后越来越多样性 我们在推广书法扎根的教育 那么在这个之前 我们每个学校都有先办理校内的学生书法比赛 那么我们将优胜的作品布置在这个会场 大家可以看到会场有非常多小朋友的作品 非常的精彩 这学期校方也在推广书法艺术的活动 因此在当天活动会场的周边 也贴满了小朋友自己写的春联 也让活动中心里充满年味 提前感受过节气氛 解诚威 平熙 采访报道